台湾的岛内爆发了亲中亲美的大战 什么原因呢 这个亲中亲美的大战早就有了 有了亲中有这个亲美派啊 有宜美派啊 有希望跟大陆交好的啊 有希望两岸和平 所以要跟大陆好好相处的啊 那有老是要抱美国爸爸的大腿的啊 所以岛内是一个分裂的 是一个处于分裂的状态 过去啊我觉得很好玩 就是说每次选举的时候 左水溪啊 台湾台湾岛中部有一条河流叫左水溪 这个左水溪以北 传统上是国民党或者是蓝营支持者 比较多数的啊 每一次大概从 至少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 就是2010年以前 是这样的状况啊 就是左水溪以北 是蓝营的大票仓 左水溪以蓝呢 就是绿营或者是台独的大票仓 这是过去的一个刻板印象 可是呢这一阵子以来 形势批变啊 比如说最近一次的南投县啊 他刚好南投县是台湾啊 这个所有的县市当中啊 他是唯一不滨海的 我从小就是在南投县出生的 我1956年在台湾吉吉镇出生 那南投县是唯一不滨海的 传统上南投县有很多的政治人物啊 比如说吴敦义先生啊 比如说更老一辈的林阳港先生啊 尤其是林阳港先生是 蒋介石先生生前最欣赏的一个台湾人啊 那换言之南投县过去是蓝营的大票仓啊 是国民党的一个重镇呢 可是现在居然立法委员选举补选会失败 补选会失败这代表什么呢 正在改变就是进朱者赤进末者黑 这个地方的政治板块正在悄悄的变化 过去是蓝营的票仓 现在好像蓝绿在那边拉扯 蓝绿在拉锯站 南投县也变天了 所以佐水溪以南以北的这一个蓝绿的分界线 楚河汉界已经跟过去有些微妙的变化了 那我经常以前跟朋友说 那干脆啊就是以前了 就是楚河汉界还非常清楚的时候 我就说干脆不要吵了嘛 就是佐水溪以北 就叫做中华民国嘛 左水溪以南就叫台湾共和国嘛 然后呢你要领哪里的 领哪里的身份证随便你 你要领中华民国的你继续 你继续拿着中华民国护照 你如果要领 台湾台湾国的护照 那你就新申请台湾国的护照 身份证然后放弃中华民国身份证 当然是王丰狂想啊 我以前我跟朋友说你何必有什么好吵的 这个一个岛上面就是这些 我不要说鸟人啊 说鸟人太难听就是这些人嘛 2300来万人嘛 很少的很小的一个人口规模 那么小的一个经济板块 你有什么好吵的 吵来吵去就是越吵越穷 越吵越乱 越吵越没有前途 然后跟大陆关系闹僵了 然后呢抱美国爸爸的大腿 甚至于美国爸爸说要毁灭台湾计划 要把台积电必要的时候 如果大陆统一的时候 要把台积电整个毁掉 甚至于呢还有焦土政策 城市游击战 还有布雷 一分钟可以布多少多少雷 全台湾都布满了雷 不让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岛 好那请教一下台湾人民 台湾同胞 各位朋友你乐意见到这样的一个场面吗 那为什么台湾岛内爆发 亲中亲美大战呢 因为马英九回大陆 记住扫墓 然后文化之旅 那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段 同一个时间段呢 蔡英文要到美国去 不管什么行程 我是不关心他的行程 总而言之 我昨天就下了一个标题 我看看我的标题是什么 我的标题有时候是很刻薄的 对不起啊 我们这个做媒体的不刻薄 好像不太行 不刻薄也不能 不刻薄也不能彰显 一个时代的 它的一个特色 我的一个标题是写说什么 岛内统独大战 马英九回大陆 记住寻根 蔡英文奔美国抱羊霸大腿 你看我这个是很尖锐的 如果从岛内的观点来看 应该是蛮尖锐 我应该是经常会被踏伐的 被岛内的这些网民踏伐 或者说是修理的一个对象 那我今天就聚焦这几个大的方面 聚焦这几个大的方面 另外一个就是说苏启 台湾过去在马英九时代 国安团队非常重要的一位 可以说是主管 国安方面的 还有在李登辉晚期的时候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央的幕僚 苏启先生 也是非常有学问的一位 从政的人员 从政的这个人士 我个人是非常佩服他 他的学问真的没话说 苏启先生他大预言 中国2027之前武统台湾 那另外有一位 美国AIT的前任的高官普瑞泽呢 他也非常认同 他同时警告美军啊 如果要援救台湾 我说的加引号的援救 如果美军要来援救台湾 就是大陆要武统的时候 要来援救台湾 美军是来不及的 因为美军整个动员完毕 整个后勤补给 全部都弄上来 要好几个礼拜的时间 那这个好几个礼拜的时间 可能会造成台湾当局完全措手不及 台湾当局完全抗拒不了人民解放军的 这个武统的力量啊 那当然这是他们的说法 我基本上我认为两岸 截至目前来看大陆还是希望能够用和平的方式 来处理台湾问题啊 用和平也就是和平统一的方式 免费拿免费看 求职便利通手机买通哦